澎湖海廢石荒大隊 拿著綠色網子和垃圾袋 在沙灘進行淨灘活動 但撿著撿著卻撿到一個 奇怪的防水袋 紅色長方形防水袋 外面掌滿藤湖 看起來已經漂流一段時間 近期才被衝上岸 一澳早上九點多 一名受僱傭的陳姓零食員 在龍門村土地公廟附近的海灘 進行淨灘作業時 發現這個帶有一點重量的防水袋 當下直覺有問題 立刻報警處理 警犯貨報後 立即走來偵查隊 以及警局的劍士科到廠 進行財政化驗 拿著工具切開外包裝之後 馬上掉出滿滿的白色粉末 這把骨科鹼重達一點一公斤 純度相當高 市價超過上一元 而到上盛船 澎湖是海上運毒的中繼站 過去就曾在海上查獲運毒船 現在更被發現 海域有超過上億元的毒品 不排除是運毒船 為了躲避領檢 情急之下丟包出來 但也因為海流潮汐不好掌握 目前已經展開大規模的海岸線搜索 要來追查毒品來源 三新聞網友宇宏 黃沙涵 澎湖常報道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